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美國總統拜登20號下午呈專機 飛抵位於韓國經濟道巫山的駐韓美軍空軍基地 開始對韓國進行為期三天的正式訪問 這是拜登任內的首次亞洲行 也是美國總統首次打破慣例 先訪韓 後訪日 拜登訪韓行程有何亮點 韓美領導人會晤聚焦了哪些核心議題 拜登亞洲行會否揭示美國印太戰略全貌 相關話題今天我們邀請到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張國慶先生做分析點評 首先來看最新消息 韓國總統尹西越下午于首爾龍山的總統府 接見到訪的美國總統拜登 據悉會談長達90分鐘 兩人在會談後舉行記者會 並發表聯合宣言 譴責朝鮮試射導彈是對地區以及全球的威脅 韓國總統尹西越則表示 雙方在會上重申將韓美同盟關係提升至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的目標 並共同應對各種挑戰 共建基於規則的秩序 關於朝鮮問題 尹西越指促使朝鮮實現完全無核化是韓美共同的目標 兩位領導人共同承諾提升聯合防衛力量增強威懾力 還表明赴條件移交作戰指揮權的決心 他們也同意針對朝鮮日趨升級的威脅 商定啟動旨在擴大朝鮮半島及其周邊地區 韓美連演範圍和規模的磋商 張先生您好 我們關注到拜登和尹西越在會談中重申了 將韓美同盟關係提升至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係 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呢 這具體囊括了哪些領域的合作和升級 我覺得主要的信號是紮緊他的篱包牆 然後針對中國和俄羅斯 同時這個亞太地區是美國最核心的 或者說最基本盤的地方 那麼他把這個地方打造一個經濟和安全同盟 有利於他在歐洲對付俄羅斯 因為我知道俄羅斯衝突現在是日漸激烈 那麼他在對付俄羅斯的同時呢 他也不忘記把他這個後院紮緊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想出了這個招 但是這個是一個進程 這是一個進程 是一個剛剛啟動的進程 還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包括各傳國的不同的這個想法 然後呢各傳國不同的訴求 包括呢還有協商不同的利益 但是這個進程已經啟動了 這種進程啟動之後呢 他就從安全和經濟的兩個領域同時進取 最終想在安全方面 變成一個亞太小北約的狀態 然後在經濟領域中可以替代替代A派克等 這樣的一些經濟組織 那麼形成它的一個圍繞著美國 或者說美國有主導權和話語權的 這麼一個核心的通盟關係 會談的一個重要的議題 涉及到了半島局勢 韓美雙方呢表示為了應對朝核威脅 就擴大軍演達成了共識 同時呢也將加強對朝遏制的力度 對此您怎麼來分析 對朝鮮呢其實美國是一直 20年來啊 處在一個非常焦灼的狀態 一方面呢它想恩死朝鮮 但一方面呢礙於中國 俄羅斯這樣國家和朝鮮的堅決態度 它又不能做到這種狀態 所以說它就一直處於 既期盼著朝鮮半島稍微穩定 但是也不希望你特別穩定 這樣的一種複雜心態 跟這個韓國朝鮮的訴求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它為什麼一直都不答應 朝鮮的開放政策 一直都不放棄對朝鮮制裁 這個是根本原因 那麼現在呢就是說朝鮮呢 由於疫情的原因 由於這個韓國政局的變動原因 是朝鮮屬於觀望態度 觀望態度 那麼它試射導彈也好 包括它的這個 對韓國的橄欖枝 出在一個不問不問 或者說也不歡迎不拒絕的狀態 其實呢它都是在觀望 就想看看你新上來這個韓國的班子 到底對朝鮮怎麼樣 那麼接下來呢可能就會出現一個 比較詭異的情況 就是說這個韓國的這個 處在一個主導權 就韓國如果對朝鮮 出在一個比較積極進取 相互維護的這個狀態的話 可能朝核關係就好了 好轉 但是美國呢就會成為一個 拉後腿的原因 它就屬於扯你後腿 我不知道不希望你太接近了 不希望太友好了 但是呢我就又不希望你太動亂了 因為這個時候它沒有必要 或者也沒有辦法去同時面對兩場危機 所以說這種複雜的韓美關係 和複雜的朝核關係 其實是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一個 最關鍵的導火索或數穩定器 那麼現在是韓美雙方呢發表了一個半島局勢的聯合宣言 這個宣言會給半島局勢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我覺得沒有根本影響 因為這個半島局勢現在出的一個相對穩定狀態 因為朝鮮呢是態度比較堅決 一方面是安全態度非常堅決 要求美國取消它的制裁 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國內進行改革開放 所以說它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但是美國又不能滿足它的要求 那麼這個雙方就是出的一個僵持狀態 現在變數呢是韓國 就是說韓國的新政府如果跟朝鮮更進一步的加強關係 加強這個團結或者加強友愛 那麼朝鮮問題就會向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呢鑒於現在這個地區局勢 好也不會好到哪去 壞也不會壞到哪去 這次拜登抵達韓國以後 第一站是參觀了三星半導體工廠 這一行程的安排您覺得背後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嗎 這個我覺得跟拜登的這個背景有關 因為拜登呢是老牌外交家 然後他對這個外交禮儀和外交事物是門清的 儘管他有時候顯得老糊塗一點 但是他其實外交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 那麼外交上有一個傳統就是說頭頭萬里 那麼他為什麼先來韓國而不是先來日本 就是說因為一個韓國的總統上來之後 第一個電話打給他 然後呢這個他也對新總統抱有期待 所以說他第一站選擇了韓國 這個是頭頭萬里 第二個頭頭萬里呢是 因為這個三星是韓國的巨無霸 是韓國的這個光榮與夢想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說去三星呢是給韓國一個面子 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待這個雙重的意思 一個是對待這個技術同盟的一種願景 他想跟三星跟韓國跟各方面發展這個技術同盟 那麼同時呢他也想像出他是比較重視高科技的 你比如說他很多最近很多政策都是圍繞高科技去做的 那麼他正好是高科技的領域中 他又表現出他的關注和興趣 這樣的話呢這個韓國方面也當然是樂不可知 希望能夠跟美國這樣一個比較高端的高科技的領先國家 保持良好關係然後共進退 所以說這個選擇呢是一個頭頭暴力 也是一個絕大歡喜的選擇 那麼據您的分析 韓美目前達成的一個技術同盟 對於實現韓美這個全球全面的戰略同盟關係 起到怎麼樣的作用 我覺得他為什麼跟韓國達成技術同盟 因為韓國呢是在這個科技領域中 是非常渴望上進的 因為韓國的幾十年前的振興就是靠科技的振興 靠大量的韓國人學從歸來 然後振興了國家 那麼這個韓國在這個方面其實是非常渴望能夠 在引領世界的 比如像他的三星或者他希望更多的三星 更多的領航世界 那麼這個方面韓國的欲求比較高 比較強 比較滿 那麼美國呢就滿足他這個要求 但是相對來說呢韓國在軍事方面的要求 不是像這個技術這麼強烈 所以說呢他就突出了技術同盟這個概念 而且呢技術同盟呢也是最有可能 使美韓關係突飛猛進的一個領域 也是能夠相對遏制中國的一個領域 所以說他選擇了這個突破口 那麼顯然呢也是出於多種考慮 包括他的他的那個一些戰略 總體戰略考慮 全球戰略考慮和針對中國的戰略考慮 您對於未來幾年韓美關係的走向 有什麼樣的預測 韓美關係呢我覺得可能會進一步加強 但是呢這個進一步加強呢 有一個重大的變數就是說 尹熙悅的對華政策 如果說他這個不想不上一任的 這個上上一任的後塵 那麼不想成為第二個入獄的官員 入獄的總統 那麼他會非常謹慎的面對中國 那麼跟中國也要保持良好的關係 尤其是不會特別觸怒中國 儘管他在有些問題上可能會追隨美國 但是他會有理有力有節的 處理跟中國的關係 處理跟北方的關係 這樣的話呢既保證他自身的獨立性 又保證跟美國不掉對 拜登亞洲行重點之一 就是在訪日期間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 相關內容下節新聞今日談 帶您繼續關注 新聞今日談 帶您繼續關注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將於今天晚些時候 啟程赴日本進行訪問 據悉訪問期間 拜登將出席美日印澳四邊機制峰會 並推出印太經濟框架 美國推進的印太經濟框架 涉及工業鏈穩定清潔能源 脫炭與基礎設施稅收和反腐敗等領域 美國政府也在努力將數據本地化存儲 跨境數據傳輸等問題納入其中 據悉 拜登將在訪問日本期間 宣布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框架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將出席啟動儀式 韓國總統尹西悅則將以視頻方式參加 外界認為 美國的所謂新經濟圈是為了牽制中國 不過最終會有多少國家參與 目前仍是未知 去年10月 拜登以視頻方式出席東亞峰會時 首次提出印太經濟框架構想 如今即將揭開面紗 印太經濟框架將包含哪些具體內容 地區國家如何看待它的前景 它又將對印太經濟發展 產生怎樣的影響 張先生您好 我們的話題繼續 據報導說拜登將在訪日期間 正式推出印太經濟框架 您如何看待這個官宣的時機 對於印太經濟框架的具體內容 您都有哪些觀察 這個時機把握的應該是非常準的 一個是俄烏衝突 這個向持有戰方向發展 那麼這個美國就考慮到一個長期的 對俄作戰的對俄衝突的一個制裁的狀態 然後第二個是美國國內現在高通脹 然後那個必須加息 那麼國內的經濟又非常困難 同時它又瞄準中國 讓中國過得不太舒服 那麼出於這三種考慮來說 它就這個時候推出了這個框架 儘管這個框架是不完善的 而且框架顯得很冷不防 但是它必須先把這個框架推出來 然後逐漸的是完善和填充這個框架 它的目的還是說想佔有一個話語權的空間 因為它這個框架呢其實我們說 跟其他的幾個框架是很相近的 或者說相互這個重疊的 但是它為什麼推出這個框架呢 是有它的一個想法 主要是它一個主導性 它要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然後呢在這個框架下呢 它是不允許中國介入的 排中國的排華的 那麼第三個呢就是說這個框架指向性非常明顯 因為它框架指向的都是跟中國對抗的 比如說供應鏈的一些問題 然後這高科技的一些問題 它都是非常指向性太明確了 或者說太針對性太強了 那麼這種狀態呢就是說 使得司馬州執行路人劫持 他推出這個框架是為了什麼 大家都知道 那麼這個框架的前景呢其實並不太看好 因為這個各個經濟體啊 這個成長速度不一樣 然後呢包括這個需求也不一樣 心態不一樣 或者說可以說各懷心服勢 那麼這種情況下是很難完全協調這個一致的 所以說它只能說邊推進著邊完善 邊完善著邊協調 邊協調著邊這個看中國 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態度 然後再不斷的完善演變和這個 豐富它的框架 其實就像您所說的有分析認為啊 印太經濟框架的重點是在特定領域 構築一個封閉的對抗性的供應鏈體系 對 美國如此強調供應鏈安全 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它的供應鏈安全其實就是 就是針對假想的中美發生衝突的那一天 那麼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一個非常非常這個惡劣的情況 因為跟現在美俄對抗又不一樣 因為美俄呢是經濟方面是不成比例的 但是中國呢是跟美國是唯一的一個 可以說在供應鏈體系中可以跟它對抗的 然後呢這個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國的供應鏈體系呢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比美國更完善 而且更有活力更有進取性 所以說美國要急於打造這個供應鏈體系 從那一面來說呢這個它因為有日本 如果我們這個這個裡頭沒有日本的話 它這個無從談起 那麼日本呢這個國家呢其實 既有它的這個明顯的弱點 但是呢它因為這幾十年的工業發展速度特別快 形成了一個小的供應鏈體系 那麼它這個體系跟美國的體系互相合作 互相彌補呢就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一個大的體系 然後把其他國家再融進來的話 它就渴望打造一個跟中國可以直接對抗的 因為中國如果受這些供應鏈體系 受這個框架這種影響的話 可能中國就會發生一些偏移 但是中國就怕中國是這個有恒心的 中國是這個非常堅定的 中國呢是戰略有定力的 那麼如果說中國意味向前 按照自己的打法向前 美國就無跡可施了 所以這個問題它既是一個真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 真問題呢它是一個真正的這個憂慮 真正的這個機會 或者說真正的陷阱 但是這個另一方面它是偽問題 因為這個能否成功 還是看中國到底自身的發展完善 和中國周邊國家是否能夠團結一致 是否能夠形成一個互惠互利互融的一個狀態 就目前美國透露的即將首批簽署印太經濟框架的 這幾個國家您有什麼樣的觀察 我覺得這幾個國家呢可以分三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有心有力的日本 這裡頭跳的最歡的就是日本 它是全面的要展開跟美國的合作 針對中國的合作 因為日本呢我們說從它的本土來說呢 它其實有一個長期的隱患 比如說它的火山爆發呀 包括它的海嘯啊地震啊 這種隱患 所以這個民族危機感特別強 那麼第二個批呢 就是說這個願景很強烈 但是能力差一些 像澳大利亞 澳大利亞是對華不太友好的 當然呢這是上級政府 剛剛澳大利亞換人了 那麼新的政府呢 是不是能吸取上級政府的教訓 那麼這又是個變數 所以第二個團隊呢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澳大利亞 這個還是個變數 那麼更多的是第三個團隊 就是說這些國家是不希望選邊站隊的 包括韓國 包括印度 包括新西蘭 包括新加坡 包括很多可能的國家 這些國家在跟中國的合作上 非常的友好 也非常的滋潤 非常的互利 其實已經合作得很不錯了 那麼在中國這個整體的框架中呢 也是非常的這個分潤特別多 然後呢前景特別大 那麼這種情況下 其實他不希望選邊站隊 不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選擇 所以說最一開始的這句話呢 是從新加坡來的 在很多年前 新加坡的領導人就說 我們不希望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選邊站隊 沒有必要 也沒有理由 那麼這種狀態下呢 就使得美國這個所謂的框架 所謂的同盟體系 顯得特別單薄 基本上就是11N這個組合 所以說它最終呢 是很難成形的 因為我們說一個框架 它必定是一幫國家來填充 但是這些一幫國家 它很難糾集起來 或者就算糾集起來 也是很鬆散的 很無效的聯盟 根本原因還在於 美國自身問題非常多 美國總是想把自身的矛盾 自身的問題轉移到其他國家 但是呢 在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這個關係 出在理性的狀態下 在其他國家走自己的道路的情況下 美國呢自身的又出在一個 國內分裂的狀態下 其實它的這些如意算盤很難打想 其實像您說的啊 印太國家呢 各有各的需求 也有自己的發展重點和發展的方向 對 那麼這個印太的經濟框架 到底有沒有吸引力呢 吸引力對各個國家又在哪兒 我覺得這個吸引力只是 對於美國和日本有點吸引力 對其他國家沒有吸引力 為什麼沒有吸引力呢 首先一點呢 是它沒有心意 它沒有心意 它在經濟上沒有心意 這是一個關鍵 如果說比如說 其他的那幾個框架 都是經濟上 在經濟製造 經濟上非常的落後 在這個框架上 協議上非常落後 或者說不能夠激發各國的活力 和這個自由貿易的狀態 那麼它就可以替代 但是這個框架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排外的框架 尤其排除了這個地區最大的經濟體 那麼這個首先它不具有先進性 第二呢 這個各國的心事是不同的 那麼又造成一個矛盾 第三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它美國在搞這個框架 它要尋求它的絕對的控制力 絕對的話語權 在其他框架中呢 這個不太明顯 其他框架都是各國 各大國之間協商 各國之間互相互利互惠的狀態 但是這個框架就顯出 美國一軍一軍一軍一超多獨大 然後呢日本呢是穩坐第二 然後其他國家就是做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這種狀態下其實你就想 其他國家會幹嗎 會全心全意嗎 所以說這個框架從一開始呢 它就是個框架 它是註定不會太成功的 它只不過是說 在這個特定的時間特定地點 推出了一個美國認為非常合適的東西 來針對美國 其實呢 跟奧巴馬時期的這個 重返亞太的戰略 是有亦曲同工之妙的 但是正如那個 重返亞太戰略 後來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其實呢這個也是 就是說最終它是不符合時代的 必經被時代所拋棄 看到美國呢此前也喊話了印度 還有東盟加入到印太經濟框架中來 但是在本月美國東盟峰會上 東盟國家並沒有直接回應 所以您對於這一次合作破產的 主要原因您怎麼來分析 我覺得東盟這個是中國的基本盤 因為中國和東盟關係非常友好 可以說是咱們的朋友圈 也可以是遠親不如近臨 無論是政治關係啊 經濟關係處理得非常好 而且中國呢也是非常的無私的去幫助 很多落後的國家 所以東盟國家其實有血有肉啊 它也是看到了這個中國的前景 看到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這種風範 看到了中國真心幫助東盟的一個狀態 那麼也看到了只有跟中國在一起 共同發展才能夠共同獲利 那麼這種狀態基本盤 特別穩定的情況下 美國去搞這個東西 基本上沒有希望 那麼印度呢又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國家 尤其是在這次俄乌衝突中表現特別亮眼 然後呢它表現出一個不為美國權貴而遮腰 是吧 然後呢也不會表現出它的獨立性 就是不會一味的追隨美國 它不像歐洲一些國家是一味的追隨美國 美國讓它幹什麼都去幹 但是呢印度就表現出 我不想幹你壓著我也沒用 我想幹不用你去說 這樣一種獨立的瘋盤 而且我們知道印度呢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國家 因為印8又是有一個矛盾的關係 然後印度呢又是金莊國家的一個團隊成員 那麼印度呢是非常複雜的一個 在各個朋友圈裡頭處在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微妙的然後重要位置的一個國家 那麼你就想印度怎麼可能會鑽住你這麼一個圈套 然後成為一個在你這裡頭還不能處在領先位置 還是排在小三小四後面的一個國家 然後呢還有跟中國去對抗 跟中國撕配臉皮 然後跟巴基斯坦還有搞這個各種摩擦 這種事情隨會幹 所以印度根本也不會被收買 所以我就說這個它這個理念非常好 現實確實很殘酷 不如所願 印太經濟框架的具體內容公佈 能否揭示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全貌呢 它對於亞太經濟的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我覺得首先對亞太經濟發展其實是個負面的東西 因為它是強調一個對抗 強調一個拍他 那麼這個在經濟發展中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是這個經濟發展是不允許零和的 那麼尤其是排除到中國這樣一個重要經濟體的話 簡直是荒謬的可笑的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 是這個是從美國利益出發的 它不是說我站在一個亞太國家利益 說看到你們跟很多國家合作不太愉快 然後呢這個經濟發展不太有效 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幫幫你不是這樣子 它是為了它得到壞權 也是為了它拯救國內 所以說它轉嫁矛盾也好 這個加強美國國內的經濟活力也好 其實它這個一己私欲是非常明顯的 這又註定了它不會太強 那麼第三方面就是說 這個框架呢從理論到現實有很多的缺陷 因為它非常倉促的上馬 而且呢它沒有一個堅定的 國際關係的理論框架做支撐 所以說它註定是失敗的 註定也就是拜登首秀之後呢 可能會持續時間長一點 然後這個在國際上會多說一點 但是呢最終不會產生太多的效果的一個況 其實剛剛您也提到了 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幕後團隊呢 也正是奧巴馬時期重返亞太的設計者 對於這兩個政策您怎麼分析 我覺得相同之處呢 其實都有針對中國的一面 不同之處有三 一個是奧巴馬時期呢 美國國內還沒有現在這麼撕裂 然後美國國內通脹也沒這麼嚴重 美國呢也沒有陷入一個新冠的恐慌 也沒有因為新冠而撕掉了它這個 國家治理能力非常弱的這麼一個面紗 那麼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點呢就是說 中國的情況已經發生變化了 這十年已經過去了 那麼這十年間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 中國的朋友圈迅速完善 中國的國力迅速增強 所以中國已經變了 那麼你還用奧巴馬時期那個團隊 那種理念去面對一個不斷變化的中國 面對一個不斷變化的亞太 面對一個不斷變弱的美國 你焉有不失敗之力 好的 感謝張先生精彩的解讀 任何地區的合作框架呢 都應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 增進地區國家之間的互信與合作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觀看 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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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